宜蘭的部分今天清晨5點多左右 接近了石城車站前面 有一塊巨石掉落在濱海公路 導致了宜蘭投城鎮 台二線北上車道交通一度的受阻 遠景發現之後立刻前往現場管制 避免了人來人往的人車 沒有注意到發生事故 而公務單位呢 在7點多是已經將巨石移開 目前日在現場已經是解除了管制了 中路颱風山土耳 預計是在中午前會登陸 而北部地區呢 現在風雨也明顯的增強 宜蘭南京路南洋大道下呢 在這個橋下傳出了寒洞積水 有半個輪胎高 也提醒用路人行車經過的時候 要提前改道 另外來看到是在今天的台九線蘇澳 軍人公布附近呢 因為一場大雨造成了路面的兩線道 嚴重的積水 這積水大約是在腳踝的位置 有個民眾呢 穿著雨衣連拖鞋 都無法穿好 無法穿好 對啊 你們那邊穿外套對不對 對啊 你要不要太穿不穿外套 對啊 太穿了啦 太穿了啦 沒有啦 放了 三角椎有嗎 三角椎有嗎 對啊 三角椎就可以了 對啊 對啊 看到這個路上的積水很嚴重喔 腳積物是泡在水裡了 蘇澳國中前的這個樓梯呢 也變成了小瀑布 另外還有就是蘇澳的七星嶺 許多民眾呢 喜歡践行的路線 早上也發現有一些許的土石沖落 衝到了柏油路上 影響到了行車的動線 而七星嶺的践行步道呢 是已經拉起了封鎖線 現在都是禁止通行的